Lun Sang 白癡 好 大家好 歡迎回到Kevin的頻道 好,今天我們要幹嘛劉軒宇,我們要開包裹,開包裹,我想開包裹,你想開包裹嗎,好我們來開這個包裹 那我收到了一個包裹,那我就跟我兒子來跟大家做一個開箱,把這個箱子給打開來 要怎麼打開來,等一下爸爸在用嗎,謝謝 好,打開了,裡面就是這個,登登,電影最終騎士遙控的小靈通,終於打開了 終於打開了,好,打開來之後盒子就像這個樣子,側面有小靈通的劇照 好,後面呢則是它的商品圖,那這裡還有一個小靈通的食品圖 我來拿開一下,我們先把它打開來,我們把它打開來看一下好不好 我們把它打開來,對打開來,打開來,喔,打開了,打開了,打開了,好裡面有什麼東西呢看一下 這個是一個槍管,槍管給別人看一下,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槍管 塑膠製的,那這邊有一個安裝的孔 騙騙騙騙,還有一個遙控器,遙控器不知道有沒有裝電池 好像沒有裝電池應該要再另外裝電池吧,好,待會再來看一下 一張說明書,說明書是黑白印刷的,這個東西呢基本上不用看把它丟到旁邊去 我來丟到那裡,你不用丟啦,你不用丟啦,丟到那裡,喔,哇,你這麼會丟喔,那我們把它拿出來咯 我們把它拿出來咯,拿出來看一下咯,我們拿出來看看,哇,這個有綁線,這個要把它剪開 那這個就是遙控小靈通的本體咯,這個東西其實已經出一陣子了,但是最近呢有特價 所以呢我就收了一隻回來,跟我兒子一起來玩玩這個玩具 那我們把它的綁線剪開來 嗯,這個是車子嗎,這看起來拉不出來 這邊還有一條 好,這樣就拿出來了 來劉軒宇你來跟各位介紹一下這個是什麼東西 嗯,是小靈通,小靈通對不對,是,那它好不好看呢,它好看,它真的好大喔 很大很帥嗎,很帥 那這個手呢應該是可以裝這個手砲的,可以把它裝在這個地方,哇,托上去之後 它就可以還原電影裡面的造型,變成這個練舊30年的麒麟貝,還冒清幾年 哦,所以這個小靈通呢也是一個單身很久的一個人,看一下它的細節有些舊化的處理,那眼睛這邊有使用透明件 胸口有一個博派的標誌,那全身呢都有一些生鏽舊化的處理 灰色塑膠件的地方看起來膠感是比較重一點點的,輪框有上漆 後面椅背的部份呢也是有做出來的,下面這邊還有一個博派的標誌 噗噗噗噗,我來看小靈通 椅背這個東西是可以拔起來的,那這邊呢應該是要裝電池的,那我們就來裝電池看一下 把這個螺絲把它轉開來看一下,打開來之後裡面是要安裝四個普通的電池 遙控器的部份呢則是需要安裝兩個電池的,好那現在把遙控器的電池裝上去了 噗,有時候臨時要找電池還真的不好找 那我們再把這個小靈通的電池也把它裝上去 它快點來補救,好已經裝好電池了 裝好之後呢再把這個椅背把它扣回去,在這邊有一個結合的孔 對應椅背裡面呢這邊把它堵進去,非常的簡單,好那這樣子就安裝完成了 噗,安裝完成之後就有聲音有音效了 噗,然後K寶現在拿著遙控器,所以它蠻有反應的,我們來試試看吧 我們現在要來操作 哇,好厲害喔 這是你操作的嗎 誒誒誒誒誒誒,你也太興奮了吧 操作的方式它並沒有電源的按鈕 你只要把它顛倒過來,它電源就會打開來 如果超過3分鐘沒有動它的話,它就會進入休眠的模式 遙控器的部份這邊是操作前後的,你可以前後的操作 然後這邊呢是控制左右 上面這邊按下去的話會進入跳舞的模式 然後它就會亂跑 然後另外這顆按下去則是進入砲彈發射的模式 它會稍微有一點後座力往後退 再按一下 那它眼睛是會發光的,有許多聲光的效果 可動性方面,手是齒輪關節,可以抬到這麼高 往下 另外一隻小兒麻痺手,也是可以旋轉的 頭盔可以稍微的活動,其餘就沒有任何的可動性 那像這個東西呢,現在特價也是幾百塊錢一台而已 所以說呢我覺得買回來跟小孩子一起互動來玩 是還不錯的 原本原價我記得好像是2000多塊 那目前來說算是便宜了非常多的 那你喜歡這個嗎?好玩嗎? 喜歡嗎? 喜歡 好,那這個東西玩了一陣子,基本上操作是還蠻簡單的 那小孩子呢也非常愛玩 有一台這個呢,基本上小孩子就可以忙一個下午 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幫我按個讚,分享給朋友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有效應的推薦,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你要看這裡啊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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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就好